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吗 这是上个礼拜 上星期四我们一刚开始上课的内容 这样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课程是会放在网路上 让你们可以找到 然后再来去观看 或者是重复的学习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怎么找到这些影片 你看这个 Google Suite真好玩 好 原来我放的是这个名称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到YouTube的网站 你就麻烦请输入 输入什么呢 找我的姓名 找我的姓名 然后接下来就是 Google Suite真好玩 就是我们的课程 因为我们这个 Google Suite 里面包含 Google文件 Google 试算表 Google 简报 Google 云端硬碟 包含了 像今天我要介绍的 YouTube 包含那个 上次我应该还有跟各位介绍过 关键字 南亚技术学院跟哪一所学校 是跟明星比吗 是跟渐行比 我们上次跟渐行比 就是看那两个学校 关键字是什么 我们学生可能是在什么地方 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所以你就必须要打 你就这样子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影片 相对应的影片 好 我的意思是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我一定会把它分成 DASH 01 02 03 因为我会按照主题 像第一个小时 大概就在介绍 其实 Google 文件 Google 文件的 例如说 版本控管协同作业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 反正就那天我们教的内容 我把它切分成三段 不要让各位学习上面 就是全部一口就要学完 这些内容 所以我这边后面会讲 01 是什么 02 是什么 03 是什么 然后我还有做了很多的关键字 好 那接下来我就先把所有的视窗 我都先关掉 我从头开始讲 就是说 今天我们要讲那个教室 好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 如何把我们的教室变成电子化教室 电子化教室这件事情 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你的教材是电子式的教材 例如说你做成影片 还有你出作业 出作业不要再出纸本的作业了 线上作业怎么出 还有请问乐卷要不要时间 不用时间了 电脑自动帮你改完 这样可以了解 还有分数 本来谁统计 一定是老师统计 对不对 现在不用了 全部帮你都算完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事情吗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教室好好地学一下 好 那第一件事情 你因为要学习Google教室怎么样去使用 你必须要先登入Google的账号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打开这个Google Chrome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习惯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登入Google的账号 好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先到Google网站 对吧 你可能就先到Google网站 然后进行登入 对不对 好 当你点下去这个登入 其实它是直接到一个叫做 accounts.google.com 可以理解吗 当然你也可以先到Google网站 然后接下来请问 这边 这边 是不是可以发现就是说 本来它是一个空的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你现在就可以输入自己的Gmail 自己的Google账号 好 所以Google账号是什么呢 好 那我想各位应该也都知道 自己输入自己的Gmail账号 然后接下来就点继续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 当然就要输入密码 这样子的话 你这样是不是就做了账号的登入 右上角这边就会出现 name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要介绍 叫教室 在这个地方有Google应用程式 简单的说就是APP 它里面有一堆的APP 好 就像上次我们有教云端硬碟 刚刚你们也有去玩过这个Gmail 好 还有像例如说 我们是不是有看到那个做网站 上次有教做网站 还有就是我们有跟你分享Google的文件 文件 试算表 还有表单 表单有印象吗 今天我们还要再用表单出作业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再稍微往下 再稍微往下 是不是有看到classroom 好 classroom 所以麻烦请你们也都点下去 好 点选classroom之后呢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 因为你能操作 你能操作的就是只有这个地方 只有这个地方 你们现在应该是看到都是空的 没有什么东西 了不起就是一个说明 好 可是请问右上角这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加 加只有两种行为 第一个就是你要开课 对 你们要先定义你的身份 麻烦请先定义你们都是老师 可以吗 他是不是会先请你们选 你的身份别 所以你们要选我是老师 那是夹课程 那个是学生 对 好 不过没关系 反正你现在哦 这右上角有一个加 对不对 这个加点下去之后 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加入课程 有 有 这是另外一件事 因为李游老师应该都帮各位 都打开老师的身份 这要特别设定哦 比如说你本来在南亚技术学院是学生 他就不会给你开老师的身份 这可以了解哦 他都帮各位老师都已经设好 你可以 因为你本身你是老师 所以你也可以是学生 可以吗 可是如果你本身身份就是学生 那对不起 就只能是学生 因为这都会占用我们的空间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麻烦请点 建立课程 建立课程就只有老师才可以做 全校都可以做的 是不是加入课程 对不对 加入课程 好 不管是老师或学生都可以加入课程 可是因为在座我们是老师 所以我们要开一个教室 我们要开一个课程 所以是建立课程 麻烦点建立课程 然后在这个建立课程里面 这边是有课程名称单元科目教室 好 那例如说你就先输入课程名称 例如说好了 我再开另外一个课程叫做Google Suite真好玩 所以我就直接输入G-O-G-L-E-S-U-I-T-E 真好玩 你们要挑 你们要自己设好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单元科目 或者是教室 看你要不要再手动设定 我现在呢 我不设了 就是我们就先简单的有一个课程 就放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或者是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课程名称复制 然后贴到单元这边 贴到科目这边 然后教室 教室 这边所指的教室是一个编号 我举例来说好了 我可能会 假设以实体课程举例来说 我可能会在某一间教室上 教室一定都是数字代号 对不对 例如说那个302教室 405教室 好 那你自己可以自己去编一个教室 例如说我这个叫GS001教室 这你自己随便编了 然后点选建立 请问一下 我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开好 开好了一个课程叫Google Suite真好玩 然后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的这个课程叫什么呢 叫这个G9UB2G 你的一定不一样 大家都不一样 这是它系统自动产生的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你开一个教室 里面可能就要准备做一些事情了 第一个 你是不是要把你的电子教材放进来 第二你可能要去找学生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看到 那个 这边可以放你的课程的内容 然后这边有 有什么 布置 作业 测验 这叫课堂作业 还有去找学生 还有去看他们的成绩 不是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去选择的身份别的时候 就选择的学生 所以要好像买一台 就是我们的 要买家庭居然在市场 对 一定要有七八十四个人 把你的身份物理两种 不是因为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 我现在可以选择给你们 一些时间 因为基本的家庭居然在市场 好 不是不是 这是两个一次 不是因为你们最近一次 这套系统 好 可以吗 这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这一套系统 但是我看过线上那个电子板教室 对对不起 这个不叫电子板教室 这个叫做那个线上学习系统 你如果说花钱去买 我觉得这一套系统做的还蛮不错的 但是他缺了一个东西 缺了动用笔记 就是那个线上电子白板 他缺了电子白板 所以要怎么做 用什么来解决这个电子白板 为什么最后引用笔记 你自己管理自己 我们没有管理权 因为我们没有管理权 只有李老师有 相同名称 不是你不用设跟我一样 你要开什么课 我现在讲一下 例如说 他这边的定义 你要想到是美国教育体系 不是台湾教育体系 好了 那我们 好 我们这边是会看到客场名称 然后还有单元 还有科目 其实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他这边为什么 其实你大概只要把那个单元跟科目 想成是一致的东西就好了 例如说假设我开国文这个课程 我会有分第一单元 就是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就是单元 那至于什么科 什么叫科目 科目他应该是说 这个 这个课程里面 这个课程里面的一小部分 例如说也许是什么 假设国文吧 有什么提解 然后那个作者 然后课文内容 然后接下来是解释说明 类似这样子 好 那 可是被翻成中文之后 拍谁 都换了名称了 真的都换成 因为我们认知的科目是很大的 科目一定大于单元 不晓得你们能不能理解 就混淆了 可是你回到英文来去看 它不是这个意思 好 那教室各位就应该可以理解 对 我们 我们 如果是英文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例如说那个subject 还有那个title 你就会知道 这两个是有差异性的 好 那我继续来讲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有四种 四种很重要的布置动作 第一个就是讯息串 第二个课程作业 第三个成员 第四个成绩 好 你都要学会 尤其是 例如说 你是不是会把那个电子教材布置上去 电子教材 电子教材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不再放那个纸本 我们都是放电子版 电子的教材 什么叫电子版的教材 就是像我刚刚是不是把影片放到YouTube上 这就是电子教材 好 那 麻烦 那因为你们都没有这个影片嘛 可是 等一下下节课你就有了 下节课你就有了 所以我等一下要教你怎么样快速的做出一个 一个影片 然后上传到YouTube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好 假设你们已经有影片了 等一下你就用我的影片 首先 首先在这边是不是 你要放上去你的电子教材 你怎么放 假设我现在我要把第一单元 例如说认识Google suite 认识Google suite 放上去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讯息串 然后下面第一个 第一个向全班宣布这边点下去 可以吗 就是你总要有 先不管学生 就是说你要对全班去布置这一个讯息 就是请全班都要先去看这个影片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向全班宣布 那最简单的做法 最简单做法就是这边是有看到一个影片 因为如果你已经把影片放到YouTube YouTube就是Google公司的 所以他这边是整个都串联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麻烦请点它 请点这一个 那如果你在本极端的档案 你就要点这一个了 或者是你要去分享出去 好那我们现在要选择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YouTube影片 YouTube影片 所以你现在就要去插入 首先我们透过搜寻的方式找影片 所以怎么找呢 我刚刚是说 怎么找我的影片就输入孙再阳 例如说假设我先放Google Sweet真好玩 好吧 假设我就先放这部影片 反正我就打孙再阳 然后Google Sweet结果我找到这一个 因为这个也就是那个建立 这就是协作平台的教学 建议各位回家 有空可以看一看 你就可以做网站了 可以吗 点它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新增跟取消 请点新增 因为你们现在没有影片 所以请你先用我的好不好 因为只是意思是一样的 下节课我再教你如何制作影片 然后点选新增 请问一下哦 刚刚我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向全班宣布 全班当然就是所有的学生 然后接下来你在这边至少要简单的打几个字 例如说 第01单元 这第01单元就在介绍Google的协同作业 协作平台对不起 因为协作平台是做网站 协同作业是做文件控制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张贴 就是你至少要给一个什么名称 然后才能做张贴 一定要做张贴吗 是的 可是张贴张贴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举例来说 请问我现在是不是上第一单元 我上完第一单元再上第二单元 所以如果我同时布置10个 我其实可以分第一周 第二周第三周 不同时间别来张贴 所以就用安排时间张贴 可以吗 那现在我因为是第一单元嘛 所以只要有选课的学生就都可以去看 所以我就直接点张贴就好了 可是请问一下张贴这个动作按下去等于什么 等于我写了一封信给大家 写了一封信通知我的所有的学生 可以吗 所以请问一下 请问您觉得你的学生应不应该要收到这封信 应该吗 最好最好的方式其实是一个简讯 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创造太多太多的什么 信件 假设你有10个单元 是不是学生就会分别收到十封信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举例来说 使用Google Suite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尤其是主管 你会收到来自四面八翻的一堆的信件 因为他联系的方式就是用电子游戒 可了解吗 这是他的最大的尤其点 所以 所以你不要想办法 你不要一口气 同时 全校假设我们有300位老师同时都开课 然后把所有10个单元 全部都分别寄给他的所有的学生 你知道这个结果会变成是什么吗 学生他绝对都不看 他这些都是垃圾形 所以记得你在布置的时候 你应该要安排时间来去布置 好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把第二单元的影片放上去 第三单元影片放上去 应该会了吧 这就叫电子教材如何布置 好 没问题哦 那请问接下来 我们有没有可能会 我们先去找学生好不好 各位 各位 请点成员 成员这边加学生 可以吗 我现在一个一个打 你就跟着我打 好不好 让我们彼此互相变成是那个 你开课的那个学生 我打哪一个 学生 你就打 跟着打 好吗 好 比如说第一个学生 第一个学生 所以我点邀请学生 点这个邀请学生 点他 然后 那请问您知不知道 假设我今天我可能会邀请 例如说你的课程邀请我来去做那个 就是课堂讲师 有可能吗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我加在老师这个地方吗 或者是你的助教 对不对 有可能啊 有可能你这个课程是有助教 就要加在那个老师这个地方 好了 那我们第一个先加李老师好了 在这个地方 邀请学生就输入 CHILAN 对 LAN 小老鼠 后面就都一样了 TH1 GSAT.COM 有没有 CHILAN 然后请你点这个 他搜寻到的结果 请你点他 好了吗 第一个 第二个 请问 A-Y-J-O-N-G 在吗 A-Y-J-O-N-G 后面一样 小老鼠 L-E-G-S-A-T-C-O-M 好 请点他 A-J-Y-O-N-G A-Y-J-O-N-G A-Y-J-O-N-G 对吗 大家互相加一下 对 他要加我 我是 T-E-A-C-H-E-R 点 A-C-O-N-0 Teacher点 上 零 小老鼠 PHEG 可是我自己不能加我自己 知道吗 你的课你不能加 你的课你不能加我 听得懂 你的课不能加你自己 做学生 然后 你本来就是这个课程的老师 所以也不要加在老师这边 可以吗 可以吗 麻烦加我 Teacher点 上 零 再来请问 我们翻译有 Kelvin L-E-L-E 好 C-A-L-V-I-N-L-A-I 小老鼠 G L-E-G-S-A-T 点 C-O-M 可以吗 Kelvin 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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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A-T 点 C-O-M 可以吗 再来就是 H-C-T-S-E-N-G-S-A-T H-C-T-S-E-N-G-S-A-T H-W-A-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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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a2018.edu 小老鼠 gssap.com 可以嗎 還有 S-i S-J S-J S-J-L-I-N 還有 S-Y-I-N 小老鼠 gssap.com S-J-I-Y-I naz Iu Ji Yi 2222 小老鼠 the g sat.com 剩下两个 ten n i s p e r m i n a t o r 这是网球 什么 网球 有啊 g sat.com 还有一个 s i e h 小老鼠 好 最后一个是这个 可以吗 然后我现在全部都发出邀请 都有吗 还有没有没有加进去的 有没有没加进去的老师 都在这里面 都在这里面 然后我要点 我要点一下这个邀请 邀请 好 点下去 然后大家就要开始去收信了 包含我要去收信 可以吗 请大家现在要去收信哦 收信 然后加入 好了 我刚开了一个课程 我已经邀请这些人 那我相信你有开课 然后邀请我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我要先去收信 各位怎么收信 在这里 我的名字隔壁是不是有应用程式 应用程式里面 为了我上课方便 这个画面我先刻意先留着 所以我点一下这个加好了 点这个加 然后到我的名字旁边这个更多应用程式里面 我选择我的电子邮件信箱 所以是不是Gmail Gmail 然后点选Gmail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就要去收信咯 比如说我这边就会收到 我选考课 假设 假设哦 我前面会有一个选课的动作 不然这些老师怎么会知道他的学生是谁 好 比如说我选的这个电脑应用ODF 我就要加入这个课程 那我加入了这个课程 你看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然后甚至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我现在已经加入了这个电脑应用ODF 这个课程 他是不是布置了一个影片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都看得到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你就要把它按照单元别 单元别 例如说 例如说我这个课程第一单元我要看的是 就是这一个影片教学 这样可以了解哦 好 我再把剩下几个课程 我全部都布置进去 就是完成选课的动作 对于学生来说 学生就是要去选这些课程 所以在这边我还有一个 好那我现在我就要选这门课 好 然后点选加入 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先暂时把这个课程 我就先关掉 回到我刚刚的信件中 好 上一页 然后继续把这个科技与社会 加入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几个课程的选课 好 关闭 然后接下来 可以上一页 继续选 比如说 这个 这个课程加入 然后关掉 好 然后接下来回到上一页 来 麻烦都请加入好不好 就是大家互相彼此帮忙一下 加入 好 他连作业都出了吗 还没 因为我等一下就会教你 然后这个是Google Crew 他邀请 邀请我去拜访这个群主 我就先暂时不去做这件事了 好 这个是什么的一个邀请 这应该就是上次上课所教的 就是共用 共用 共用形式 共用形式 那我们现在 针对这边上课的部分 应该没有了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先 我 假设我现在我是一个学生嘛 我是不是登入进来之后 我想要去看我的课程 我的课程 点这边 请点这个课程 请问一下 有的你是老师 有的你是学生 对不对 可以理解吗 在这个地方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课程 电脑应用 电脑应用 科技与社会 作业系统 请老师是不是麻烦 后面写 写一下 就是谁的 做电脑应用 不然等一下我要一直讲 电脑应用 这样能不能 例如说你就刮鼓写一个line 或者是你的电脑应用 你要教的是 例如说office 然后这个电脑应用 要教的是 例如说是word 之类的 都可以 好吗 不要取相同的名字 好 那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有六个课程 请问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课程 你是老师 哪一个课程 你是学生 听得懂我现在的问题吗 因为当你今天 你可能有开课 你可能也会去选 别的老师的课 来去上课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一个很大的特殊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你要是自己开课的话 是这个图示 那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作业 只有学生才有作业 对不对 那如果是老师 老师是不是要去评分 所以他是成绩单 可以理解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 也没有这个图示 也没有这个图示 因为 这没有图示代表说 因为通常我们是放 那个老师的肖像权 那 你 因为是学生身份 才能看到是哪一个老师 那请问你自己开的课 需要 需要知道老师是谁吗 不需要了吗 所以这边不会有照片 所以 可以清楚的了解 哪个 你是老师 哪一个课程 你是学生的身份 这样 没有问题了 好 接下来 麻烦请回到自己的课程 因为我 我们这样是不是就会找到学生了 就是把学生找进来 可以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去部署作业 还有测验 可以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教你如何去部署测验 好了 麻烦请在这个地方 自己的 自己是老师的课程 所以我这边我有两个课程 我是老师的身份 请开自己的课程 才能够部署作业跟测验 所以我就点这个 Google Swing 真好玩 然后 接下来请问 我刚刚成员讲完了 讯息串 我也讲完了 接下来我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课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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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作业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建立 对 我就是要点这个建立 那建立什么呢 其实你会建立作业 就会建立测验 好 所以我们现在教你的是测验 测验 就是我们先教你 我觉得测验是比较好玩的 等一下大家要帮忙互相去 你不要做跟我一样的题目 你也可以做跟我一样的题目 可以了解吗 好 那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标题 首先 首先这边是一个什么什么作业 然后发布给所有的学生 然后标题 说明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先知道 你不能每一个都叫做空白的quiz 所以你要把这个名称等一下换掉 就是让别人一看就知道 这次的测验是什么 好 这个名称要换 再来这个是什么 这都把它变成中文 你都看不懂 这就是你要定的题目 例如说第一题 所以麻烦先写第一题 一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你要去设定 你的题目名 题目的内容 对不对 当然是要问跟那个 主题相关的 例如说好了 你就问 什么是大数据 那因为 因为在这边 我做的是一个quiz 我刚刚应该是选择是quiz 好标题 什么是 我觉得这边有一点怪怪的 等一下 建立 我刚刚应该是点 我选择的是那个测验作业 对测验作业 建立这个测验作业 你在还没有做完的时候 你就离开 你这边就会多了一个草稿 再重新把它打开就好了 好 来麻烦麻烦请点一下 这个 这个 你下面不是会有一个那个 空白的quiz吗 好 我们现在就要去改这些了 首先 先改第一个选项 先把这个名称换掉 例如说我叫做第一单元测验 应该要点那个编辑才对 不是不是不是 应该要点这个编辑作业 编辑作业 是不是就回到跟你们一样的画面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例如说点 怎么会连的这么慢 这边有一个叫做 你们这边可以做修改吗 不行 好 点这支笔 点这支笔 好 请点右上角那支笔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去设 题目了 例如说第一题 第一单元的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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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去设题目了 例如说第一题 一什么是大数据 你自己去编题目 你自己去编题目哦 你自己去编题目哦 什么是大数据 例如说一万笔记录 你自己去编题目哦 好新增再增加一个 例如说每天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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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都有 那个 数千笔资料 例如说 大气 的资料 好 例如最后 最后一个叫做 以上结实 然后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先把答案设定好 直接把答案设定好 那怎么样去设定这个答案呢 因为 假设当你今天要做第二题第三题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 可以去做复制跟删除 复制就会产生一模一样内容 所以我们干脆先把答案都设定好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所以直接点 答案 然后接下来 请勾正确的答案是 这一个 这样子我们就已经设定好 这个答案 然后如果别人选 选到他 那就是错 好 选到他也是不对的 一定要选到他 才是正确的 所以一当送出作业 就直接做完 好 点去 然后接下来设定完 设定完成之后呢 这边其实还有那个分数 分数 好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可以继续编辑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他已经有一个标准答案在这里了 已经勾好了 好 接下来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一题一定要必填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也许在纸本你没办法控制学生不填 可是在电子的时代他一定要选择 一定要选一个 好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勾这个必填 然后点选什么 点选这个叫复制 我们再做议题好不好 例如说 大数据什么什么时候有大数据 大数据 大数据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名称 五年前 五年前 然后接下来你就在修改了 对这是第二题 这是第二题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去设定 嗯 例如说 一百年前 一直都存在 然后还有就是一年前 好 假设你这样编辑好了 编辑好 你是不是要去修改标准的答案 所以在这边记得 因为你每一次你都必须要把正确答案 赋予给他 所以正确答案是一直都存在 然后把一年前关掉 然后编辑问题 可以吗 一样是必填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少做很多事情了 好 假设 假设我现在我是不是做完了 做完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麻烦请把第01单元测验 复制 然后贴 贴到改变它 好不好 贴上 改变它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因为你现在 你等于说 布置好了一个 一个 测验 测验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完成 告诉云端硬碟说 我已经做完这个表单了 所以我们会点这个传送 可是你会说 那我到底传送给谁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要传送给我的学生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不做传送这件事了 因为他在他的一个设定 他在什么地方可以去设定这件事情 等一下回到讯息那边 你就会知道了 所以请把这个传送 刻意不做 然后请把这个表单就直接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 对 这边说明 说明我看要做什么 什么 这应该标题叫做 第01单元测验 应该是这样才对 然后接下来点这个出作业 出作业 然后他就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顺便发布这个 第01单元这一项 这一项的作业 我们要选择出作业 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刚刚我们做的表单在这里 然后已经指派给七个我的学生 那我们现在重点是回去看这个讯息串 你有没有发现在讯息串这边就多了一个 就是说我张贴了一份新作业 可以吗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刚刚在这个地方 刚刚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作业呈现 然后他是不是要寄信寄给别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那个大家一进来的时候就知道说 我在哪一天曾经做过了一个测验的部署 可以吗 那请问一下我会不会收到这封信 会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这边会不会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 因为我选了内门客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出现作业 那我现在就去做做看咯 我现在就去做做看 因为你一定要帮大家去互相做 然后才能够去 我讲最后一件事就是评分 就讲完了 这就是这个电子教室 整个应该要学会的事情 好所以我现在我就随便做一个 例如说这一位同学 就是这一位老师开的这个课程 他出了一个作业 出了一个测验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要 是不是收到了这封信 收到这封信之后 我是不是要去开启 我要去做这个作业 它删掉了吗 对对对 好那我去换另外一个 这边这个 为什么你把它删掉了吧 对对对 你要再下一个东西 好 好 我先做另外一个 好 在这边新作业 什么是DNA 什么是基因 好开启 然后 然后人类有几对染色体 好 因为他问的是对 所以标准答案是22对 22加一对性染色体 我念这个了 所以不能回答错误 不是23 23那是国中的常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成对的经理性染色体 只有女生是XX 男生是XY 他不是成对 成对就完了 因为没有YY染色体 只有 反正性染色体 他不能讲成对就对了 因为他问的是几对 有听懂我的意思 但是我想 你是23 我就刻意选 听得懂我的意思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看那个评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真的 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 因为题目问对 所以我就一定要回答22 如果题目不是问人类 人类的那个染色体 应该怎么讲 标准答案就是22对 加1 一个性染色体 就这样子 好了 再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点提交了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那请问一下 我关不关心我的分数 当然关心啊 所以我就可以去查看我的分数 可以吗 你看这边他是不是就告诉我说 这题我就答错了 这题我答对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请你们都做一下 先不设 这不重要 重要是你会不会去布置一个测验 你会布置一个测验 你就会布置一个作业 你就会布置一个问答 因为那个都是很简单的一个设定 所以我们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下面 下面 最下面 下面一个 等一下我去打开我 下面 我回到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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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你刚刚为什么把它给删掉 因为我想说应该是做 作业测验 喔喔喔喔 好 老師 是 你那個廣佈畫面 我這邊 沒有 好 好 等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我晚一點 所以我應該 先點這個關閉 然後再 現在有沒有你了 然後等一下我 再螢幕廣播 好 你看一下 我快講完了 我們看完那個成績 就這邊我就要下課了 好 教室就講完了 剩下一個 剩下一件事 那個剛剛同學問到 有了嗎 好 剛剛同學問到就是課堂作業 課堂作業 假設我現在我在建立 在建立一個 例如說作業 那記得這個作業 那記得這個作業 這就是很單純的這個作業 我應該是要建立這個 這個是含表單 就是表單才能做測驗 我是指說這個 這個測驗如果說我今天 這邊這邊有一個答案 就是直接在點它 來去設定說答案是哪一個 好 不過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這個 這個表單與作業的一個應用 好 那最後呢 最后 因為我已經有指派了六個 六個 六個我的學生 好 然後有兩個人已經繳交了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 稍微去看一下我們的成績 所以點選成績 點了成績之後 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人一百分 這個人一百分 你不用去設定 因為他會 當你沒有設定分數的時候 他就議題五十分 這樣方式 就像那一位老師 他就會看到我的 我剛剛的作答的分數是五十分 好 我只是想說提供 告訴你們說有這樣一個資訊 那你再回去看一下 因為在這個地方 他有成績 他有成績 可是通常這個時候 我就會去看我的成員 我的成員 他的一個上課的表現的情形 或者是作業回復的情形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個地方 好 我剛剛我看一下 我這邊 現在已經有三位同學 三位同學提交 例如說中愛同學 中愛同學 我刻意去看這個中愛同學 他是有提交 還有這個華跟同學 他是沒有提交 所以我們來去看我們的成員 你可以點選 例如說中愛 你現在不能點選那個 以受邀 但是他還沒有同意的這些人 你點他是開不了 但是我可以點這個中愛 我看一下 中愛 你有沒有發現 針對我複製給的作業或測驗 這邊他就會有告訴我說 那個腳交 他是以腳交 那我們再來看 再來看一下 那個未腳交 就是我回到上一頁 例如說剛剛是不是華跟點他 華跟在這個地方 就會看到我有部署這個作業 但是他未腳交 這邊有沒有看到 遺址派 好 那還有我覺得 再補充講一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就是我們作業是不是應該有那個期限 你必須要在幾月幾號之前去完成之類的 其實這是在我們剛剛在做測驗的時候 對不起 我 不是他 我應該點回去 我應該點回去我剛剛的 我的教室 我先點回去我剛剛的課程 我的教室 我的教室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Google Suite真好玩 然後這個教室裡面 這個教室裡面 針對這個作業 對不起 針對這個作業 我可以去設定 我可以去設定 我可以去編輯 編輯 然後有一個地方是可以設定 這邊截止日期 例如說我的截止日期定在23號之前一定要繳交 今天是22號 我就定在23號之前一定要繳交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有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假設當你今天修改了 它還會不會再寄給別人呢 不會了 好 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 這個 截止日期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可以限制說 什麼作業必須要在幾號之前 一定要繳交 好了 那我的教室可能要暫時上到這個地方 因為下一節課我要教你 電子教材要如何製作 其實有很多很簡單製作電子教材的方式 所以我們下課休息10分鐘 47分 47分 我們就繼續 2點47分 我們就繼續來上後面的課 好 下課休息一下 教室就正式上到這邊囉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都歡迎來請問 謝謝 謝謝 謝謝